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运行的动车相比 在此基础上速度差不多提高了三分之一 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在高铁建设试验的发展上进步了很多 根据相关消息得知 我国是在2016年才正式启动这个项目的 在短短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技术更新与系统升级工作 顺利的完成了这个项目 这个高速动车组到底运用了哪些先进的技术呢 我们一起来看设计师王磊对他的介绍吧 他第一个优点是表现在运行速度上 根据测验的速度得出他的时速可以达到440公里 但他的运行速度达到400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运行速度在世界上已经排名第一了 第二个优点则是环保低能耗 根据我国现在实行的绿色环保路线政策 考虑核定使用能源以及节约能源的问题 去测试他能节约10%以上的能源 这将是一个具有意义的研究发现 第三个优点就是提高了他的智能化水平 以前是半智能化的人需要人们来操作 如果提高他的智能化水平 将使其操作起来会责省更多的人力 第四个优点是加强了安全度与舒适度 带各个方面的性能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虽然在这个探索的工程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我国的这些设计师与工程师们 灵活地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才成功地研制出了这款动车组 这些都是科技在忙付出努力于汗水后才取得的成果 这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我国的高铁事业发展和以前相比 更上一层楼 正是因为我国在铁路建设上面付出了努力 所以我国才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 相信在物兰的发展中也将走在世界的前列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